大家好,我是阿辉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茄子的新吃法 非常适合夏天来吃 这个做法相信很多朋友都还没有吃过 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准备两个洗干净的长茄子去掉根地 然后把茄子改刀切成厚片 买茄子的时候一定要选择这种稍微直一点的 这样再切的时候会比较方便 然后再把茄子切成粗条 做这道菜千万不要选择那种圆茄子 圆茄子的肉比较硬 做出来会不好吃,没有那么的软烂 最后改刀切成小丁 茄子皮中含有丰富的花青素 所以这里茄子皮就不需要削掉了 全部切好后装入大碗里面 往里面加入一勺食盐 再加入两勺白醋 然后再加入清水磨过茄子就可以 用手把茄子抓拌一下 让茄子泡在盐和醋水中 这样会变得非常的白嫩了 而且醋水也可以防止茄子氧化变黑 先把茄子放一旁备用 接下来准备一个青椒去籽 先对半切开 再切成长条 最后切成小丁 切好装碗里备用 接下来小碗中打入三个鸡蛋 用筷子把蛋液充分的搅散 搅散之后直接倒入 泡过醋盐水的茄子丁里面 然后用筷子充分的搅拌均匀 让茄子和蛋液充分的融合 搅匀之后先放一旁泡五分钟 接下来准备一把大蒜切成片 然后再剁成蒜末 剁好装碗里备用 准备一段大葱 再切成丝 最后切成姜末 切好装碗里备用 再准备一段大葱 对半切开 切成丝 最后再切成小葱花 切好和蒜末放一起备用 接下来来调个料汁 小碗中加入两勺甜面酱 两勺黄豆酱 然后再加入适量的清水 用筷子充分的搅拌均匀 让它们充分的融合 搅匀后先放一旁备用 锅中倒入适量的食用油 油热后把腌好的鸡蛋茄子倒入锅中 然后开大火快速的炒散 等到鸡蛋液凝固的同时 茄子也会随之成熟 用铲子勤翻动 让它们受热更加均匀 大概翻炒两三分钟的时候 鸡蛋液就开始凝固了 和茄子就会融为一体了 这时候继续翻炒 等到茄子里面出现汤汁以后 我们开大火慢慢收干汤汁 炒好之后先将它盛出来备用 接下来另起锅倒入食用油 油热放入葱末和姜末翻炒 炒出香味 爆香后再把青椒倒进来翻炒 把青椒炒至断生 炒好之后再把茄子倒进来 继续开大火将所有的食材翻炒均匀 翻炒大概一分钟左右 然后再把调好的料汁倒进来 由于这里黄豆酱和甜面酱都有咸味 所以这道菜就不用再放盐了 用铲子将食材和调料充分的翻炒均匀 搅匀后开大火炖一分钟左右 让茄子烧至软热 让它更加入味 再往里面加入切好的蒜末 继续翻炒均匀 如果汤汁比较多的话 可以往里面连入一些水淀粉 然后开大火把汤汁收至浓稠 等到汤汁变得浓稠之后 可以连入一点小末香油增加香味 翻炒均匀之后就可以关火了 这道姜烧茄子就做好了 最后再撒上一点芝麻点缀增香 这道菜既可以拌饭又可以拌面 我们平时做个饼或者吃馒头的时候 当做夹料也非常的不错 煮好的过水面条舀上两勺茄子 就成盖浇面了 非常的好吃 用这个方法做出来的茄子 口感软烂鲜香 酱香味浓郁 夏天做上这样一份 不管是吃米饭和面条都非常的美味 我们撒上一点葱花点净一下就更好吃了 茄子这样做软烂鲜香 非常的好吃又下饭 这样做的酱烧茄子真的是太香了 喜欢的朋友赶快试试吧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赞收藏加关注 谢谢您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